谁更苦 吃苦能乐苦 作者福安谷观音阁 在九华山 常看到有挑夫 挑住石头 沙子去见寺 或者挑住粮食蔬菜 给山上寺院 山上的末有车 一砖一瓦 乃至吃的 用的 都是用工人肩膀挑上去 过往的香客 都会给他们一元两元的 也体谅他们的辛苦 有师兄说 他们真的很苦啊 我说 其实他们不苦 苦的是那些享福的人 他们如此艰苦 起码造业少 而且在地藏菩萨道场 下辈子至少能得到人身 那我们虽然生活好 享福多 等福报享受完了 下辈子做什么呢 如果跑到三恶道去 那才是苦呢 用双手血汗赚钱的人 至少能保证人身不失 很多人能生活在大城市 本来是前辈子陪来的福报 但不珍惜 吃的 用的 都是奢侈浪费 加上因为吃而杀生 这样子福报消耗的就多 所以到了老 病苦就多 这也是福报享受后的恶报 这才是苦啊 到了九华山 很多出家人住在岩洞 住在艰苦地方 吃的 用的 不方便 单单下山挑米油盐上山 就花费了一天时间 衣服也穿得破旧 我们觉得他们苦 但他们苦吗 不苦的 贫那子 口称贫 实则身贫 道不贫 道不贫 就很好 身上虽然穿百纳衣 但是生存无价真 修行人的内心的自在 无挂碍 在九华山 我偶遇一个比丘尼 也是住岩洞的 从他法相看 后福无穷 不可思议 许多同趣的师兄 献了都很欢喜 而我们如果内心缺少道 道贫 那才是苦呢 佛法难闻 佛法为何如此尊贵 佛法是提升人生命的价值 人的生病如此短暂 才积十年 如何能让积十年得到飞跃 这就是佛法的价值 你想看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 这些帝王将相 最后如何呢 万里长城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也是给我们生命思考 应该如何更有意义 这就是佛法的价值 在百岁宫 无暇禅师成就了肉身 他花费了二十八年时间 四舌血和金粉 写了大方广佛华严经 活了一百二十岁 他留下了一首诗 其中有句话 换身枯瘦法身肥 这个色身 瘦一点 苦一点 没有关系 关键是法身 这个法身 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生命的本质 有莫有提高 如果修成仙 至少要修三千功德 才能成仙 那修成佛呢 更是不容易了 是何人都会找到 两千功德 要修成佛 我难道 就像了一千功德 我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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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